先感謝線上現在還在的網友 那現在看到就是我們今天的活動 求憑黃國昌老師已經就是準備好了 那我們早上其實經過一個非常無聊的一個詢答的過程 那其實有幾個問題啊 大家可以來問一下老師 就是說早上的時候啊 國民黨立委一直都在那些不在籍投票跟領土問題的變革 這些問題上面打轉 那老師會不會覺得是有點模糊焦點 那怎麼談這樣子 大概分幾個層次啊 第一個是說今天有關於社會大眾對不正共同法的訴求 大家當然最關心的包括了提案連署門檻的下降 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的廢除 以及50%投票率門檻的廢除 這三個重要的議題 但是可以看得出來說 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他們對於這三個重要的議題 大部分都是採取比較閃躲的態度 而把整個焦點放在 第一個是不在籍投票 制度的推動上 那在整個尋答的過程當中 讓人會覺得比較沒有辦法接受 也讓人會覺得非常困惑的事情呢 是說我們目前公民投票法所存在的問題啊 是因為由於存在這個鳥籠共投法 那導致這部公民投票法是讓人民無法公民投票的法律 那在這個無法讓人民無法公民投票的法律的架構下面 去討論不在籍投票 實在是一件非常荒謬的事情 我們就先不要講50%投票率門檻的限制好了 你即使是以第二個階段的連署 要求5%大概90萬人 那老實說目前在台灣的社會當中 從我們過去的經驗上來看 除了兩個主要的政黨以外 其他的公民團體大概都很難 達成了在6個月之內連署90萬份 那也就是說連一般的公民團體跟人民 自己主動發動連取得公民投票的機會都沒有 在這個情況之下去討論不在籍投票的事情 事實上是非常的荒謬 那不過大家仔細的想一想就會發現說 事實上國民黨籍的立法委員 他們是項莊舞劍意在配工 就真的他們想要推動的不在籍投票 事實上是在總統副總統大選 甚至可能包括立法委員上面 那只是說放在公民投票法當中提出來 等於是說對於民間所提出來的一些改正公投法 比較重要的訴求某種程度上的阻擋 那另外一方面也幫選舉權行使的 不在籍投票先去打下他的基礎處 那在整個尋答的過程當中 事實上你可以看得出來說 特別是國民黨籍的立法委員 他們非常的不用功 那基本上來大概都是以護航 或者是杯葛改革法案的進行 當作比較主要的重心 那真正對我剛剛所講的 那三個重要的改革訴求啊 他們可能慢慢也體會到說 現在民間社會對這件事情有非常強烈的要求 那因此態度上是稍微放軟了一點 沒有像以前說那麼硬邦邦的 半寸都不讓 說這個問題我們大家還可以討論 然後這個問題我們大家還可以商量 那甚至有一些立法委員 我們事實上採取的是一種比較 我自己的形容是奸詐的態度 所謂奸詐的態度 譬如說大概以吳玉生做最典型 因為吳玉生他自己在這些問題上面 他自己不敢表態 所以他是藉由去問 行政院秘書長 檢太郎 跟 內政部長成為人 藉由那個尋答的過程 他不斷的問說 那你們的立場是什麼 那你們的看法是什麼 但是問題是說 他自己作為一個立法委員 在這件事情上面 事實上 他們就不斷的採取 比較閃避的態度 那行政院官方的立場 他們事實上也更可笑的事情是說 公投法補正的訴求 已經存在了這麼久 他們現在有關於提案 或者是說連署門檻的下降 都要推到4月以後 所辦的那一場公聽會 他們說啊 等到辦公聽會 廣泛徵詢社會各界意見再來決定 但是有關於公民投票法補正的問題 不是今天才發生的 這件事情已經存在了非常非常久 那從過去實際的經驗 也早就印證了 這是一個讓人沒有辦法公民投票的公民投票法 所以針對行政院官員 今天某個程度上面 還是不願意鬆口支持改革的訴求 也可以看得到 民進黨有些立法委員 事實上是 採取一個比較 沒有辦法接受的態度 那我想這個 其實連我們自己坐在後面 有的時候聽他們那個 尋答內容的空泛 沒有切入要點也都快受無不了了 那其中最令人 不知道該說什麼的 是那位半分鐘張慶忠先生 他一上去尋答的時候 竟然他忘了今天討論的是公民投票法補正的事情 他最在意的事情是說 明年一月 總統跟立法委員合併選舉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已經確定了 那是不是還有任何轉圜的空間 那當然我相信大家都聽得出來 他覺得 他是不想要跟總統併選啊 那可能怕說 合併選舉以後會被 國民黨現在低迷的選情給拖累 那當然姑且不論張慶忠先生這樣子的表現 事實上實在讓人家沒有辦法理解 他到底是怎麼當上立法委員的 那不過以實質的內容來講 你如果真的說要是選情的拖累的話 我看張慶忠先生是自己拖累自己 那就是所以今天早上這樣聽下來 會不會覺得說有點像是國民黨立委 我們昨天聽到說有可能假動 那感覺他們今天也是有來了 然後結果來了好像是出了一招新招 就是用 就是用這種不在籍投票來模糊焦點 會不會覺得他們換一招新招的感覺 是沒有錯啊 你從今天早上整個尋答內容 事實上從我的角度上面來看 內容之空洞 事實上是完全在浪費大家的時間 就是立法院每一次排一個委員會 或者是院會的時間 事實上其實都是蠻重要的時間 那這麼重要的時間 這個法案事實上是在兩年以前 已經開始審查了 那今天應該做的事情就是繼續審查 那花了整個半天的時間 再聽那些行政官員 去丟出一些是是而非的言論 然後再聽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再講一些完全沒有關係的事情 甚至連我們的固有疆域 領土領海到哪裡 釣魚台的爭議到底要怎麼解決 都在今天的委員會上面處理 那我會覺得就整個時間的使用上 今天所開內政委員會真的是 對不起選民啊 那沒有把時間放在真正的重要的事情上面 趕快來進行法案事實的審理 那就是像有幾個 像那個簡太郎有提到說 一直講到說全國性公投的問題 還有就是說 其他國家其實沒有那麼多全國性公投 那用一詞來說明說 台灣感覺是還 這個公投法是還OK的 那你會覺得這有什麼可以批判的嗎 其實我覺得那個簡太郎先生 他可能是官啊 當太久了 他已經太久沒有念書了 然後他講來講去就是 美國跟德國通通都沒有全國性的公民投票 但問題是說 美國跟德國那樣子聯邦制度的國家當中 他們在憲法裡面本來就沒有規定這樣子的權利 今天我們是在憲法裡面 明文規定的有給人民創制覆決的權利 跟其他像在美國的憲法沒有明確規定這樣的權利 是根本沒有辦法去相比擬的 而且在德國跟美國 雖然沒有所謂全國性的公投 只有地方性的公投 但是不要忘了 他們所謂的地方性的公投 絕對不是說什麼像台灣 涉及到說縣或者是 是那種地方自治的事項 今天你單純的一個美國的州來講 美國的加州有他的州的憲法 紐約州有紐約州的憲法 每一州都有每一州的憲法存在 那從整個州縣的修改 到整個州裡面重要法律案的創制 重大政策案的覆決 可以說是不管是在美國或是在德國 公民投票已經成為一個越來越普遍的現象 更何況是說在目前的歐洲國家當中 其實除了瑞士以外 直接民主的使用也越來越重要 也越來越普遍 那甚至我覺得今天 在這裡面尋達的立法委員跟行政官員 他們都沒有回答到一個問題 也是他們都對不起大家的地方 是說我們簡單的問一個問題就好了 當我們選出來的代議士 做出了違反民意的決策的時候 人民有什麼武器 他們自己不敢面對這個問題 自己不敢回答這個問題 但是我們在過去幾年當中 已經一而再而三的看到了 不管是立法委員還是行政官員 他們做出來的決策往往是跟民意相反的 在跟民意相反的情況之下 他們竟然還有臉在這邊大言不慘的說 公民投票的制度不可以太腐爛 公民投票的制度沒有必要 那請問人民除了公民投票的制度 現在我們在制度上面唯一擁有的權利 被你們用鳥籠公投法給層層綁住了 但難道要每一次 你們做出違反民意的決議的時候 就要讓人民透過上街遊行抗議包圍立法院 甚至佔領立法院的方式來表達人民的不滿嗎 不管是行政部門還是立法部門 通通都是一樣 那這個也是國民 我會覺得國民黨最對不起台灣人民的 最對不起台灣人民的地方 你如果今天真的覺得說 你所做出來的重大決策 你都很有信心 都符合民意 那你就不用擔心人民透過公民投票的方式 來改變你所做的決策 那我相信 如果你所做的決策是順應大部分人民意的話 任何人發動其的公民投票 事實上都不會成功 那就是另外像那個內政部長陳偉仁 他有提到說 他因為有提到罷免的部分 他提到說降低罷免門檻可能會導致說 比得票數還要更少的少數人 就可以來成功罷免立委 那這樣會很不公平 然後說覺得罷免門檻可能 這樣子不能再降低 那老師你會覺得這樣有什麼評論 那其實我完全聽不懂內政部長陳偉仁先生他到底在講什麼 他說講的話 自己裡面已經存在了嚴重的內在邏輯矛盾的錯誤 那他是假設說那位立法委員都沒有人會站出來支持他繼續留任 都沒有人會站出來 如果這是一個大家都願意支持的立法委員的話 即使一個罷免案被提出來了 那難道不希望他被罷免 希望他繼續留任的人不會站出來投票嗎 他現在完全的想像就是 目前用50%投票率門檻去做卡的限制 他是鼓勵鼓勵 所有站在反方的人通通都不要出來投票 透過這個門檻的限制就可以造成天險 保護不適格的立法委員免於被罷 保護不適格的立法委員免於被罷免掉 那他們今天包括以前所一直提出來的一個理由是說 如果不設投票率門檻的話 會導致少數人來決定違反了民族的原則 那真的是完全不知所云 不知道他們到底在講什麼東西 我們就用一個簡單的數字好了 台灣目前不管是什麼樣子的選舉 你大概投票率撐到70%算是非常高了 好 假設全部的選舉權人數有100個人 最後不管怎麼樣只有70個人會來投票 針對一個議案有21個人反對 49個人贊成 那針對這個議案我們到底要通過還是不通過 你用70當母數 21人反對就是三成的人反對 49個人贊成就是七成的人贊成 七成的人贊成三成的人反對 這個議案要不要通過 這個公共政策要不要執行 當然要嘛 這個是小學生的數學 但是你如果用50%投票率門檻的話 那21個人他們可以選舉 這才是真正不民主的制度 再來最後一個就是說 因為今天下午開始 那早上巡達結束 那下午就是開始主票 來去進行個實質審查 那老師在那個球評的觀點 可不可以跟我們解說一下 就是說覺得下午預期或是說 期待說會針對哪一個訴求 會是一個比較強烈的一個攻防重點 沒有啦 我當然一方面 就是說我會持續的去觀察說 今天上午在採取閃躲態度的 國民黨及立法委員 下午針對具體條文的審查 你有沒有那個膽子 繼續站在人民的對立面 選擇要跟人民對感 在實際每一個條文的審查當中 就沒有什麼好閃躲的 你如果說膽敢今天 認為說這樣的權利 不需要去還給人民 既需要用高門檻來卡的話 那今天下午就請你不要迴避 大聲的把你的立場跟意見 讓全台灣的選民 跟你自己選區的選民聽見 那我相信他們這一次的表態 對於2016年整個立委選舉的結果 一定會造成影響 那最後可能是 線上我們現在有300多位的網友 還持續的在關注 而且是經過一個午休 也還是沒有離開 那老師有什麼話想跟網友們分享一下 沒有當然還是 非常謝謝大家 雖然沒有辦法到現場 但是透過線上收聽的 收看的方式 那我會覺得說 選民對於這個議題的關注 對於立法委員 他們在國會殿堂當中 到底說了什麼樣的蠢話 做了什麼樣的蠢事 持續的關注 那才能夠讓這一些立法委員 能夠稍微收斂一點 不敢在這邊胡作非為 胡言亂語 那我相信越來越多人的關注 越來越多人的監督 會讓我們在這個地方 目前我們大家所非常 已經非常失望的代議民主 能夠稍微的好轉 所以還是非常謝謝各位網友 能夠利用時間在不一樣的地方 透過上網收看的方式 來持續關注這個法案的審查 那這個法案對於整個台灣民主的深化 對於我們希望能夠去矯正 目前台灣代議民主 所出現的缺失 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謝謝老師 然後我們就休息一下 然後因為等一下2點半 應該就是預期就要開始 再度下午的正式 一個竹條審查過程 那我們就 大家就繼續看 繼續看 看下去這樣